今天我们开车到山上来了 离我家大概半个来小时的 爬了很久的山啊 到了山顶上 这边的气温明显的很低啊 这是山顶上的一个学校 像这个学校呢 在美国来说 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 最偏僻的学校了 这门口有几辆这个校车啊 这边住的人比较少 因为它在山上面 刚才我们顺着山爬上来的时候 道路的两边也有很多那种 就叫林场庄园吧 就是这边因为都是森林嘛 原始森林 有的人买一片森林 在里面拓出一块地方来 开拓出一块地方来 然后就盖一个房子 我看他们大部分还都是 那个 常住的啊 就是一年四季都在这住的 也有个别的那种是 就是有的人买了这块林地 作为投资的 但在上面也盖一个房子 可能是冬天不来住啊 春夏秋 尤其是夏天 这边的气温 因为海拔很高啊 一路开车上来 所以它这边的气温 要比我们住在山下面的气温 起码要低个五六度 夏天的时候 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总喜欢开车到山上面来 因为这里边 这儿就非常的凉快 然后这个学校规模不太大 因为这边的人就说 他都不 他不是那种住的很集中的 一栋房子 爱一栋房子的 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都是很大一片林场 才有一个房子 所以说呢 这儿的居民数量比较少 所以这个学校 看着规模也就不大 这个学校是从kindergarten 小学一直到初中和高中 那边还有几个中学生 他们在踢球呢 这个学校的布局跟我们家那边那个学校的布局差不多 也都是后面是这个操场 然后在后面有他自己的一栋山啊 这边山特别多 所以这个山林子也很便宜 都是要买那种面积特别大的 就是一千来块钱左右 一个一千美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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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亩 就是一个英亩 如果你买那个小点的可能两千美金左右 特大的那种有的还能够低到大概原来我们卖过最低的五六百 五六百块钱一个英亩 一个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5个中国亩 其实你算一算也就是相当于这个一千人民币左右一个中国亩 这里边是他的一个 哈喽 这边好像这是他的餐厅 美国他这个公立学校啊 公立学校其实也是跟那个就跟那个麦当劳肯德基似的啊 他都是非常这个外观啊 这个颜色什么的都非常的类似啊 都是这种颜色 看上去就是建筑啊 建筑都是同一个风格的啊 包括公立大学公立中学 他们的外观基本上都是这种颜色 房子呢 小学校一般都比较矮 就是中学也就是两层或者三层楼 你看这是这种所谓的 你说人家最就是说最最偏僻最偏僻的地方的学校也是挺好的各种 因为他的这个配置啊就说他的公立学校的配置都是标准配置啊就比如说校车呀是吧什么餐厅啊什么操场啊运动场啊篮球场棒球场什么 什么网球场什么的还有室内的什么体育馆 室内的那个就是篮球场啊冬天的有好几个篮球场啊还有什么他们打网球的啊还有什么那种练习就类似于那叫什么柔道的那种都是室内的活动场所他都是都是有的啊就算是居民少学生少的话他就算是居民少学生少的话他就算是居民少的 他的配备也都是一样的所有公立学校必配的东西 不会说有的人说啊我要是买个什么农场或者是呃林场的话我住着去有的人还说什么没有有没有学校啊这个在美国啊你这个只要在美国 呃这个领土上任何一个地方啊任何一个地方你不归这个学校就归那个学校他是画片区的这公立学校是遍布于各个地方 你瞧这最偏僻的学校这不也挺漂亮的嘛 嗯 绝对不会说你买在哪儿 这个地方你买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被画被画归为呃某一个校区啊就不属于这个校区你就属于那个校区嘛总之你是只要你是在这个国家里边的土地上你就肯定会给你画一个小区啊 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什么会没有学校啊就这个这个地方就不像我们住的我们住在那个小城市小镇哈烫烫周围它那人口比较多比较聚集多它的规模无非就是学校的规模大一些这边呢人口稀少就是学校的规模小一些但是其实硬件条件软件条件就不太好 看见它的标准化呀就是美国它这个教育也是尤其是公立学校啊公立学校它的它都是有一定配备就是配备要求的不能说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看这里边人还挺好的呢你看这边是他们的球场 看这里边人还挺新的呢比我们那个修的新 可能是翻新过了 看这房子下边都是安着那个摄像头吗这不是都有摄像头为了安全吗 哎呀我们从这你还能够看到里边 你瞧这是现在是放假的时间没有人但是你看这个配备人家也是这个标准化的教学啊都是那种大屏幕的教学 跟我们那边跟我们那边那个我们那个公立学校被公认的是在这附近因为它是个教育小镇嘛教育小镇是说是最好的但是其实这个你看我看人家里齐把说这个里边这个配备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公立学校它毕竟都是国家给政府给拨款嘛啊政府拨款那就你就是总之吧是比较规范吧啊不是说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上的那个学校啊你要是城里边的就是硬件条件特别好是吧有什么地方也比较大楼也比较好要是郊区和乡下也比较好是吧有什么地方也比较大楼也比较好 尤其是偏远山村的那个学校在中国就好像就挺差的啊那个偏远的学校我姥姥家在乡下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去我姥姥家玩的时候跟着我表姐他们去上学还得拎这个板凳呢那时候学校里他们那个配备是太差了那么一个房子然后连个椅子连个桌子都没有 自己每天自己每天得搬着你自己的搬着你自己的那个凳子去还不敢放在那说放在那就就给丢了啊现在可能都有了固定的桌椅了那时候我表姐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像那时候就是我跟她去上学我还没上学呢大概是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那时候七十年代 那就是那真是惨他们那个地上都是土地啊冬天也没有暖气别说她没有暖气了我们上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暖气呢人家炉子也不生 然后动得要命都穿着我爸的军大衣哎呀那时候我记过表姐他们上学去就是连个固定的凳子桌子你不能搬桌子啊就那个凳子在气盖上啊拿个纸板在那儿写字垫着哎呀真是 你像这个这不是这边这个是一层的这边可能是小学那边那个高楼的是他的中学因为有小学的地方他都会配备这个的配备这些小孩玩的地方 你看人家这干净整齐的啊建筑也挺新的刚才我们那边还有一片草场刚才看他们在那踢足球呢那边是足球场你看这后面这不是这后面是他们的森林后面还有一条河那下边是一条河一般啊这个学校啊那边你看那边不是那个草场吗 刚才他们踢球的地方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座山也是他们的这个学校啊一般都给他们会选择一块这个地理位置风水特别好的地方啊叫地理位置好也行叫风水好也行一般都是也是背山啊靠水啊你看这这儿就是又有森林又有河啊又有山 总之吧我觉得它这个除非就是各个各个我们这边这个各个校区它无非就是规模大点人多的地方规模大人少的地方规模小但是配备这个硬件配备都是完全一样的你看人这个搞卫生啊这美国这个学校里啊搞卫生人家都是聘请的那种很专业的保洁公司他们有一个小车 我就奇怪他们那个地板擦的呗量啊都是有这么一个他们都是专业的也是保洁公司这么一个小车小车上面有各种工具我看人搞卫生的又快又好 这边又是一个教室这边又是一个教室你瞧让这教室搞得多漂亮啊 这还有一些给他们配了一些小孩子的这个自行车啊给这边是小学嘛自行车小孩们 嗯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骑骑自行车有大孩子的自行车小孩子的自行车 美国的学校就觉得他们是你无论说什么样的学校有名的没名的公立学校啊还是私立学校啊 他们对这个环境都非常重视 那个里边擦的呗量地板都能照都能够照当镜子照啊 那这玻璃擦的也很干净每天都有专业的保洁公司给他们做保洁 这也是个教室 这他们这个教室里是他们这就是人比较少 你看一个教室里才12345678910 11个1012个人 其实人少的地方 这大屏幕教学 其实人少的地方 嗯也挺好的 你想他这个老师的配备啊都是固定的那么多人啊 你总是要有什么 嗯这个老师啊那个老师啊 但是你班级小的像这个一个班他们10个人 10个人你这些老师就照顾这10个孩子就行了 嗯像我们那边那个学校 因为我们那边人多嘛啊住的人多 所以说他那个我儿子他们那班里边都是20来个学生 但是美国一般他的学生人数啊最多也就是20来个 不像我小时候我们那班里边我长的个子还算是比较高的 就是在在后面嘛啊个子高的就坐在后面 我们班我记得是好像是56个人 反正都将近60个人吧 哎呀那真是那个都就是前面的挡住你 你也看不太清楚 然后也听不太有时候也听不太清楚 人太多了 有的人还不喜欢人多 我记得一个朋友他 嫁到台湾去了 他孩子也去台湾上学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他说我孙子怎么不在台湾呆了 台湾的教育其实跟美国是差不多的啊 就都是这种小班教育一个班 他说什么啊那个不好他们学校不好 没什么人一个班才二十个人 学校里一共才什么几百个人 他觉得不好哎呦说他觉得不好 哎我说还喜欢这个在大陆那样五六十个人一个班的呀 那五六十个人老师照顾那么多人他哪照顾的过来呀 是吧根本就顾不上 所以小班教育在美国那些 十以上的那种就给你降级了 就说老师越多学生越少的话 证明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越好 哪有那么还非需要好像习惯了 习惯了热闹了啊 学校里也希望人多我就不希望人多 我觉得是一个班的要十来个人正好 二十个人都有点多了 这边又是他们的一个操场 刚才那几个孩子走了 刚才他们在这儿踢球了 这是他们的那个足球场 好的那我们就快天快黑了 我们要开车下山了 我们住在山脚下 还要开半个小时呢 好他这边的可能是学生少 他这个校车没看见特别大的啊 就是这种可能大的校车 是不是停在别处去了 他也可能他就不用那么多大校车 就这种小校车就可以了 二十来个人的校车 好我们下山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